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这个 肉上面祷告 快两个月了 我们也是为了 美国、加州、全世界的疫情 常常都是我们中间失恋的 我们也很迫切祷告 但是我想到 当我们迫切祷告 在一个困境中间祷告 不能够在一起祷告 那有一个人的祷告 他是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祷告 就是约拿 在鱼的肚子里面的祷告 那在里面三天三夜 可能不见天日 可能有海草 有水红涛 临到他身上 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 一共只有十节 都是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 但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 这个话说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赏还 救恩出于耶尔华 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耶尔华就命令 这个鱼把他吐在汉地里面 我想这句话是 可能是他祷告里面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就是他 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信心 神要拯救他 然后有信心说 我要还愿 我有信心要赞美你 最后一句话 救恩出于耶尔华 那我想今天就用这个祷告 这十节的圣经来 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 在这里讲到 第一个约拿 在地上 这个祷告 我们可以看到他 祷告他的神 第一节 我们现在是在宗上面 祷告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第二节就说 我遭难 求告耶和华的时候 你就应允 在阴间你深处 你就呼求你 你就听我 俯听我的声音 我们也同样 在这个患难 在这个阴间 许多人死亡了 你就俯听了 我们知道 这个现在全世界 有四百多万人生病 二十八万人死亡 在美国 已经超过一百三十万的病例 有八万一千多 七百多人死亡 在我们的加州 将近七万人疾病 有两千七百多人死亡 我们同样在这个困境中间 我们知道 神就俯听我们了 第三节说 你将我投入深渊 就是海浪的深处 大水环绕着我 你的波浪红涛 都慢过我身 这边就讲到 我们的心 其实极其的沉重 好像到了深渊的地方 我们坏消息 好像每天的媒体 都如红涛地围绕着我们 一打开电视 看到都是有关 这个疫情的事情 我们在看到 第四节说 我说 我从你眼前 虽然被驱逐 我忍仰望 耶华的圣殿 这边同样我们的时候 我们虽然被 命令居家隔离 但是我们心去强望 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的聚会 我们的团契 我们在上主日学一起的聚会 何等的美 从我们的心向往 神的殿 第五节说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 围住我 海草 缠绕着我 这边讲到 我们现在 蛮老子的事情 就是一些忧虑 忧虑 疾病传到哪里去了 会不会传到我们的 自己身上了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教会了 我们的弟兄姐妹了 我们有惊慌 有发现新的事情 我们看到 现在小孩子也被感染了 还有害怕 我们看这些事情 到底持久多久了 我们也想到 将来的经济如何了 这些都是围绕着我们 就像 珠水环绕 深渊 围住 海草 缠绕 我们再看下面 就讲到 他说 我下了三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别还我的神 你却将我的生命 从坑中拯救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好像到了谷底了 但是我们的神 会把我们从这个谷底 我们虽然这是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我们神带领我们 能够从这个谷底里面出来 第七节说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一件话 那我想到这里 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 然后达到你的面前 我们深信我们每一天 早上一起的祷告 达到他的面前 进入他的殿 进到他的面前里面 他必垂听我们的 第八节 那信奉虚无的人 知神的人 弃弃 怜爱他的主 这边就讲到 世上好多的媒体 好多的政府 都有不同的说法 有很多的权威 他说什么时候会怎么样 要死多少人 但是我们只相信 耶和华 这边说 我们只相信 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 第九节说 但我用感恩的声音 陷进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赏还 救恩托于 出于耶和华 我们看到这个约拿 他要感谢神 他虽然还没被救 他就已经相信神要拯救他 而且他那许的愿 他的愿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说 救恩出于耶和华 他知道他之所以被管教 是因为他不顺服神 神其实要派他去尼利维 使他尼利维人 可能会宣告他们要受到毁灭 但是他们悔改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约拿的书的心意 就是神要拯救世人 就是包括这些愿意悔改的人 所以这边说 我们在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要感谢他 还要侍奉他 我们的愿 可能是我们幸福小组 我们有许多的愿 在神面前 这样管缓福音 那我们也只相信 只有耶和华能够救我们 救恩出于耶和华 最后 耶和华吩咐于把 约拿拖在汉地上 这就是有一天 有一个最好的时候 神的时候 耶和华使瘟疫完全消失了 各地全面的开放 从享自由 让我们一起的能够 还我们向神的许的愿 向他献上了感恩的祭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 有许多人不认识你 他们相信许多的权威 相信许多的措施 相信许多的传说 但是我们相信 只有你在你的掌管之下 你在合适的时候 你会把瘟疫完全的消失 我们相信你 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相信你 我们虽然在这个 被捆锁在家里面 但是我们的心灵 却是释放与你同战 我们的心是得自由的 因为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必得自由 我们感谢你 救恩出于耶和华 我们就用信心来 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也相信 这个瘟疫一定有你的美意 有一天 我们能够自由地去 跟我们接触的时候 我们能够还我们的愿 就是要传扬你的名 能够让更多人归向你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historian 吴唐